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这个免费咨询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留下您的基本资料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待会下节目 我都会亲自来帮大家 做一个仔细的诊断 并且在这个节目当中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好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 在昨天有一个黄小姐 这个就有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IC设计股 这个3545的一个敦泰 那这家公司 我们先来谈一下 第一个就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最主要 最近股价先前涨了一波 来自于说 它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EPS转亏为盈 小赚了0.22元 那消息面又有一些利多传出来 包括像这个 11月22号 报纸消息都在写 现在包括苹果包括Samsung 都要导入所谓的TDDI的一个技术 所谓的TDDI就指的是 它是做面板的驱动IC 又有做这个触控IC 那是这个 它是市场上少数能够去整合 触控IC 以及这个 驱动IC 把它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单机晶片解决方案的一个厂商 那敦泰因此喊乐 那他也相信了 就跑去买 买在这个36块多 那这时候呢 接下来股价怎么就不涨了呢 好 我先提醒大家 基本面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 第三季虽然转亏为盈 EPS赚了0.22元 也没有很多 但是发现到 进入到这个第四季之后 十月份营收又再度下滑 月减大概1% 年减比去年同期是衰退了14% 所以第三季虽然业绩有好转 但是第四季来看 又要进入到产业的淡季当中 甚至比去年同期还衰退了14% 那技术面的部分更要去注意的是 11月22号刚才提到 报纸有利多放出来 苹果跟三星都要导入TDDI的一个技术 敦泰喊乐 可是你会发现 有利多 我都说不要这个贸然的跳进去买 你有没有发现到 那一天在哪里 就我把他圈起来这一根 利多出来 报了一个大量 股价冲高之后 却留了一个长上影线 K线形态形成了一个流星的形态 那什么叫做流星 懂技术分析的 你就要去了解 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这种形态出来 股价大涨 报利多 这个冲上去 出现了一根流星 三天之内 必须要进速过高 否则的话 这个会有转弱的一个危险 那再搭配的筹码面 也发现 就这个利多出来之后 融资在大增 散户在大买 股价那天流星出来之后 就过不了高点了 38.45都过不去了 这个部分都会提醒大家 如果他不能够尽速往上攻过去 接下来就会有大户出货之后呢 转弱的危险 所以我会叮咛这个黄小姐 手中的敦态的话 可能在这里上不去 就要尽早来换股操作 太弱则强 那回来继续谈大盘 当然大盘指数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 今天股这个指数 今天早盘开个平盘附近 稍微拉回来 早盘最多跌17点之后 大家想说又要完蛋了吧 一堆人又去放空的时候 现在又开始逐步的拉高 不知不觉指数现在又来到9243 又继续的往上涨 你有没有感觉 这行情好像在温水煮青蛙一样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越涨越多 哪一天等你有感觉的时候 可能指数就已经大涨 创新高上去了 其实这个行情 我会这么说 现在这个盘 几乎都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划 这个技术分析的预测 在进行当中 还记得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11月4号 这是我写给我会员朋友的传真稿 分析日记 那时候观察美国的选情 很多人都说 哎呀希拉蕊当选 有利股市就要买股票 川普当选会造成股市崩盘 就要去这个卖股票 要赶快放空 我说这时候你要懂得五个字 反市场操作 万一川普当选 卖压出笼 跌个一两天 这反而可能就是人气 我取的好机会了 那结果呢 真的川普当选了 全市场吓坏了 对不对 川普当选之后 三天之内两度重挫了这个200点 11月11号台北股市盘中 又再度重挫202点 收盘大跌194点作收 对不对 那时候我跟大家强调 恐慌沙盘过后 已经出现沙盘取量的效果 对不对 量的趋势开始转强 所以大盘看似弱势 技术分析来看 已经酝酿在一个做什么 大反攻的走势出来 就是在11月11号 就已经跟所有的会员朋友 做过报告 所以呢这个行情 就开始按照我们规划 从8879低点 是不是展开一步一步的反攻 那一开始还没有涨很多 11月18号的时候 大盘才刚刚涨上来 重回到9000点 小涨13点 量也只有600多亿 很多人觉得 这个攻击力道不足了 反弹而已 我也跟大家讲 低量上涨代表的是 卖压已经高一个段落 筹码趋势稳定 接下来只要补量之后 攻势又会更强 那现在呢 是不是大盘按照我们的规划 补量上来 攻势又越来越强 现在指数已经占回到 9200点了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只是提醒大家 那这个部分 接下来就去注意 因为筹码面外资大户 现在指数净多单 仍然高达轻一万多口 对不对 那这个都有利圣诞节前 再拉高一波上去 所以短线上我会提醒 如果你在今年年底之前 这个今年在过年之前 想要赚钱 你不要等到圣诞节之后 因为圣诞节之后 第一个外资要去放假 行情又会闷住 对不对 那到时候外资会做多做空 也不晓得 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外资对未来这一个月 指数的一个多操作 仍然是偏多操作情况之下 大盘都还是有机会震荡向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过年之前 赚到钱 一定要把握 现在到圣诞节前 这一段期间 那第二点 再提醒大家的是 最近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哇看到这个指数 涨到9000多点 就只想着一件事情 要放空 可是这时候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呢 散户现在把股票卖光了 融资予有比7627的时候还低 年初大盘融资 还有1300多亿 现在居然就1200多亿 对不对 散户把股票卖光了 那散户呢 现在都只想着放空 融券又创下下半年来的新高 48万张 接下来就要注意 嘎空三部曲 已经进入到第一步骤 融券空单开始满天飞 第二步呢 接下来大户就会开始拉高股价 第三步到时候融券空单 就会强制回补 被迫回补在高档 那大户拉高 万般拉台只会出货 大户到时候就要趁机出货 所以呢 每年年底 如果融券空单 创下的新高 都很有机会上演 这个所谓的嘎空行情 一路嘎到三月份到四月份去 这个部分 都是提醒大家 在这里 未来行情操作 你一定要去把握到的一个机会 该怎么去操作 我想大家心里 要先有一把尺 但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还是叮咛 这个阶段 当然行情有机会上去 并不是代表所有股票都会涨 一样要去看盘 要去做好掌握结构的动作 你要赚钱 一样要去做到太弱则强 弱势股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指数涨 到时候可能一样会赔钱 那这个部分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像今年 大盘年初7600 现在涨到9200 9300 涨了1600点 可是很多人在今年都说 赚不到钱 为什么 买错了股票 爆错了股票 不懂得赶快 太弱则强 换股操作 只想着凹着 摆着 放着 甚至加码 摊平 最后呢 越摊越平 对不对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太阳能 还记得年初 二月份的时候 报纸告诉你 写的是什么 报纸写的是 太阳能需求供暖 产品价格 报价都持续在看涨 很多人就相信了 相信报纸所写的 什么东西在涨 看涨 就觉得股价 一定可以买 真的是这样吗 你信了 你业障又中了 因为很多东西 就是假的 对不对 当时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 看到硕和 那时候 当报纸告诉你 产品报价持续在看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的是 融资你要去观察 持续在增加 股价反而跌到月线 跌到季线以下 谁在卖 大户在出货了 对不对 这是好股票吗 技术面都已经转弱了 那时候还有600多块 提醒大家 一定要跑 对不对 那时候再三叮咛 从技术分析来看 太阳能 第一季需求就算不弱 但是你也要提防 提防第二期 提防到下半年 供需状况将低于市场预期 对不对 结果谁是对的 答案很清楚 对不对 现在打开来报纸 再跟你讲太阳能的 一定都是告诉你 太阳能功过于求 一定是在告诉你 中美金 贸底又大亏钱 又再裁员 对不对 那现在才知道 股价早就一路跌了 当时我们就已经提醒大家 一定要去避开 那否则你不避开 你只想着抱着 硕和600多 报到现在多少钱 现在360 对不对 几乎腰斩 那反过来 这当中就是为什么提醒 你买错弱势股 这个当中 指数就算涨 一样要配钱 一定要去避开 那为什么要叮咛大家 要去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我说这才能帮你反败为胜 你去想一想 当时如果你把硕和600多 赶快换 换到60几块的自身科 一张可以换10张 对不对 那结果呢 硕和你不用凹着等着 抱着加码 摊平 越摊越平 对不对 你换到自身科上面 早就帮你失去的 赔掉的赚回来 60几到100多 随便赚 都是这个倍数的一个利润 所以我会强调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关键 那再接下来 当然谈到弱势股 强势股 谈到结构 这两天很多人都说 哎呀电子股是最弱的 尤其现在电子股 几乎被大部分的投资人 弃之如必喜 看到电子股 占大盘成交量比重 这前两天 都已经跌破了五成以下 对不对 那这时候 我反而叮咛大家 有经验的人会知道 当电子股 占大盘成交量比重 不到五成的时候 这种状况不会太久 这反而接下来 会有个脾级态来 猪羊变色的机会 所以呢 你反而要注意哦 反市场操作 人气摸取的原则 还记得吧 这时候电子股 当别人弃之如必喜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其实正要开始 转强的机会 已经要出现 那尤其在中小型电子股的部分 最近更是如此 那中小型电子股 我提醒大家 你可以看一下上规电子指数 在10月份的时候 是一路的跌 可是进入到11月份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根长黑 是大盘 这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大盘重挫274点那一天 对不对 后来大盘反弹 再下沙破底一次 上规电子指数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再破底 对不对 那现在指数开始涨 涨上来 这一根长黑的高点 在9296还没有过 现在指数高点 只来到924级 对不对 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上规电子指数 在5日均量 已经大了于10日均量 量的趋势 率先转强的带动之下 电子类股指数 也已经突破了11月9号 长黑K棒的高点 开始转强 所以我反而提醒大家 有许多中小型电子股 在这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正要转强 其实有很多股票 已经先跑了 我举个例子 这是在11月14号 有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 问这一档2439的美绿 那美绿当时我还特别提示 现在多空剧烈叫战 股价跌下来看似弱势 11月14号在哪里 这一根 那一天是下跌的 可是我还特别叮咛 看起来是做头 但是他有一个机会 什么呢 注意他的卷子比 已经超过了四成 接下来很有机会上演一个 所谓的嘎空行情 你不要去看坏他了 我认为有机会了 结果你有没有发现到 接下来美绿 11月14号在这里 隔天见到105块半低点抽 就开始一路的涨 涨到这一波已经涨到最高126 已经涨了21块半上来 而且你看到这里的融卷空单 大幅度增加 这代表什么 散户一堆在放空 那为什么股价会涨 已经有大户看准了 开始酝酿嘎空行情 对不对 放空的全部都被嘎到了 好那其实不止美绿 再来看到 这是在11月14号的时候 那一天 我在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里头 发表了一篇 分享了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 整理了一个表格 有33档股票 在散户抛售的情况之下 领先站上了月线 已经开始技术面 出现转强的走势 那这里面已经有许多股票 最近不知不觉 你觉得大盘好像只是个反弹兽 就已经创新高上来 举个例子 6285的起机 对不对 11月3号 我还在会员的 结果会员的朋友的分析日记里头 特别叮咛 小破一下半年线臭 即将大反攻 对不对 小破一下跌到80.9之后 开始拉上来 拉上来 11月14号 我在我的Facebook也提示 散户在抛售 已经领先站上月线 转强指标股 起机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到 从80.9之后 开始一路的涨 现在已经涨到94块2 今天又创下波段的新高 领先大盘 也突破了11月9号的高点 其实11月9号 大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股价反而是低点 你们看到就已经上来了 对不对 重点是你们发现到 融券空单 现在一堆 那谁在买 散户都在放空 谁在买 为什么股价会涨上来 为什么去买 去想一想 对不对 还有一档股票 这也是11月14号 在我Facebook里面 去提到的 散户在抛售 领先却站上了月线的转强指标股 做5388的一个中壘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中壘这波的股价 那时候还有70点快的一个价位 接下来大盘 你觉得只是个跌升反弹 很多人还在放空的时候 一堆融券空单来了 可是散户都在抛售 散户都在放空的时候 为什么股价已经这样一路的涨 11月9号高点在这里 他的11月9号在这里 那么变成低点就开始往上涨了 所以这个部分都提醒大家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到 原来早就已经有很多股票 在这地方开始转强上来 尤其在接下来特别叮咛大家 中小型电子股的部分 很有机会在这个市场 可以说是全市场最看坏 弃之如臂喜 成交量低于大盘五成的时候 接下来即将也出现了一个 匹吉泰来 珠洋变色大反攻的机会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把握像之前起机 像中壘这样的股票 接下来新的黑马 我们已经在做锁定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我们马上再来跟大家详细谈一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自我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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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还是强调 当大盘在这里正在酝酿一股嘎空 一直到明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重点我们一样 不要去乱枪打鸟 当个无头苍蝇 好好精选真正有业绩 会有大幅度成长潜力的好公司 趁着大户在低档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来做布局 这样稳扎稳打 才能够成为波段真正的赢家 好所以在今天 我们也推荐特别会员一档 物联网当中的新黑马 它主要生产的产品 在云端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那以今年来讲2016年 我这个直接跟大家讲 景气不算很好 所以业绩并没有在今年大幅度成长 但是这样的状况 EPS都还是保有10块钱以上 获利非常的稳健 那以过去这几年 现金值利率来算 大概都有6%以上 所以很多人喜欢说存股存股 找个高值利率的一个股票来存着 能不能够这当中打败定存 第一个我觉得这种股票 还是有这样的条件 那第二个当然我不是要叫大家 只领它的一个股息 重点是发现到2017年 开始推出新产品 也开始进进到中国市场之后 业绩渴望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业绩 在明年大幅度成长上来的话 股价现在相对的 这算是刚刚开始起涨而已 重点是技术面也发现到 之前股价拉回再修正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融资余额已经大减 可是股价已经领先大盘 占上了月线季线半年线 所有的均线几乎都给它突破了 在这里谁在融资大减的情况之下 谁在买为何而买 技术面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讯号出现 很有机会一上来不涨则已 一涨可能就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出现 那你会发现现隆老师在挑股票 我们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看什么涨就来划修 对不对 前两天原物料涨就去买 昨天光学股涨就去追 今天可能又要再追其他的股票 不知道是什么了 那天天这样换股操作的结果 我相信你曾经加入过 这样的投股老师的话 会发现电视上他们好像很厉害 每天都有股票涨停涨停 你一加入每天都是到处乱追 到处乱抢 能赚得到钱吗 赚不到 那你放心加入现隆老师代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绝对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带你去乱追 我们只会坚持我们专业的选股SOP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检视筹码面 当大户刚开始进货 观察技术面 第一档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来 这样的股票 我们才会带大家出手 目标就是一个大波段的获利 就像我们的质金 对不对 当时看发现到 他专注生产小尺寸OLED 5245的质金 受惠于穿戴装置 受惠于车用电子需求 强劲在做成长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所以那时候按照盘中指示 55块多才布局 对不对 技术面发现有大户进货 怎么看 这个当然 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时候我们会员专属影音报告里头 都有教大家 怎么样从他的一个现行当中 去发现原来背后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了 对不对 那你一边学 哇原来这样的股票 就是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 学会了 你还能够去赚到 这样的一个波段利润 好那不止至今 包括自身科部也是一样吗 当时我们看好 他生产的循机防滑系统 他生产的 这个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的一个零组件 需求都在倍数增加 然后呢 大户在进货了 对不对 成本多少都算给大家看 趁着短线拉回在大户成本附近 我们在64 65 66 持续在布局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来 在当时 我们给会员专属的影音报告里头 也都有教大家 你学会了 一边就可以知道 原来自身科 这样的一个讯号出现 叫做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对不对 你学到了 你还能够在60几块跟指望布局 能够去赚到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方法 包括6285的起机不也是这样吗 当时看好ADS 受惠指标股6285的起机 它生产的产品 包括像车用的无线传输系统 还有包括了防撞雷达 都获得了车厂认证 获得了日本一线客户的订单 美国这边也加强 这个共同开发当中 V2V车舰通讯系统 AD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商机 对不对 那业绩将要更上一层楼 技术面低档爆量之后 出现牛背离 转强讯号出现 大户开始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得懂 原来这里叫做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 你再七十几块 就可以跟着我们买 你学到了技术 你还能够去赚到 这样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大家 这就是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使命 跟责任 要去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并且在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刚出现的时候 但你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那接下来新的黑马 像这档股票 同样在爆量之后 开始指标背离 转强讯号出现 就像当时的企计一样 正有一个低档布局的机会 像这档股票 在指数还在月线季线以下的时候 就已经领先大盘 站上了月线季线 就跟当时的至今 不都是一样吗 相同的模式 我们已经开始锁定 新的黑马 如果投资犯 错过了之前的企计 错过了之前的一个 这个至今 这样大波段获利机会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现在来加入 极品操盘团队行列 现在加入 还可以享受别人没有的 这个云端技术分析的一个教学 为什么要提供大家 这些电子书 线上课程 实战的解盘 会员专属的一个 云端技术分析教学 就是希望会员朋友 能够最终目标 都成为操盘高手 想成为操盘高手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行列 把握这一次多头大反攻 嘎空行情 最好赚钱的机会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